遺傳的部分 可能就是必須要從小就 要有一個很好的輔助器來幫它 好 再來就是耳朵流水流濃 可能就是中耳炎會有這種狀況 還有死亡疾病會有這種狀況 中耳炎是最常見的 對 比較少見 但是還是會發生的 就是頭部的外傷 導致裡頭有血有濃 然後排出這樣子 中耳炎的部分 基本上就是 是可以靠醫師的藥物或手術治療 有少數的病人他是因為膽脂瘤 就是俗稱的真竹瘤 因為膽脂瘤導致一個中耳炎的症狀 那這一部分其實膽脂瘤 如果沒有很好的輕創處理 他其實會一直不斷的再犯 那演變到成人 他再去做聽檢的時候 才發現他聽力是無法治療了 所以膽脂瘤算是一個比較不好的原因 造成沒有辦法治療 但是一般慢性的中耳炎 可以透過那個裝置通氣管 或者吃藥來得到改善 就是把它改善他的血流 跟他的缺氧狀態 還有啦 父母管教小孩不大 媽太大聲了 對不對 給他打下巴掌 那個就是外力撞擊 或者是說有的小孩子會掏耳朵 對 沒有我是要提醒大家 像耳朵流水流濃 就是中耳炎大家都有概念 可是如果你牙齒有問題也要注意 因為口腔也會跟鼻眼管也相連 之前就有牙醫師他發現說 如果蛀牙做得太嚴重 它可能生到根部了 它會影響到那個 它也會從牙齒去影響 然後造成耳朵內耳發炎 所以之前一個個案就是這樣子 因為牙齒的問題沒有處理好 所以它造成牙的耳朵什麼 一直都有問題 狀況都處理不好 中耳炎一直都沒有辦法治療好 所以一併的治療好之後 才把它改善 有些小朋友看到爸媽媽掏耳朵 他們自己也很想要自己做做看 然後就會去掏 因為有時候掏的那力道不準 太深了就有問題 或者是有些 如果你是乾性耳朵的話 用那個髮夾有沒有 髮夾另外一邊去掏 是異議物造成聽力受損的 這個機率其實也滿高的 是 沒有錯 我就曾經有碰過那個個案 他的耳朵跟聽小骨斷裂 問他說為什麼會這麼嚴重 因為看起來他也沒有車禍 然後行動也很正常 他告訴我說 是因為有一天他掏耳朵的時候 他的家人沒有看到他在掏耳朵 另外就是從他另外一側拍他的頭 撞過去 就撞破了 就是意外 對 意外 所以像這一種意外的話 他那個耳朵可以救得回來嗎 通常是可以修補 但是如果影響到聽小骨臉 給各位看一下聽小骨臉 它就是垂掛在我們的中耳當中 我們要往前扣一點點 好 它就是垂掛在我們的中耳系統當中 一端連著耳膜 所以如果它在撞擊的時候 把耳膜跟聽小骨臉給撞斷的話 其實聽小骨臉比較難去做 很好的修復 對 它這樣用注定器去輔助的話 還有得救嗎 通常是單側還不需要 單側是不需要的 是 OK 好 所以就是 我是有一次經驗是 我說要把它擦乾用棉花瓣 你說不用它也不行 我有一次是去洗頭 然後它就是在洗頭的時候 那個水 髒水灌進去 灌進去反正你常常被灌 你也怎麼樣 可是那是一個很熱的夏天 然後來灌進去以後 就發現它老癢怪怪的 然後聲音也聽不太清楚 後來呢 別客人一看 裡面就有發霉 因為那水跑進去 然後他就說 你的耳道很小就進得去 不出不來 那我也沒有習慣去用棉花瓣 所以以後就學會耳朵去 像那種耳道比較小的 就盡量 還有就是棉花瓣會用 但是盡量不要給它進水進去 除非我去游泳 完了以後我就要吹風機把它吹乾 其實這個棉花瓣盡 盡量可以不用就不用 因為它會把你的耳垢推進去 如果推得太裡面的話 會把你的耳朵都撞碰 其實我個人來講 二十年前有這樣子的經驗 所以我已經停止用 也必須要告訴你的身邊的朋友 家人必須要停止用這個棉花瓣 我們在不同的國家都有做棉花瓣 我們也教育很多不同的民眾 不要用這個棉花瓣 但是每一次我們做棉花瓣 我們的疑問是說 如果耳朵癢的時候該怎麼辦 因為耳朵癢才會想去探 那如果盡量不要去用它 因為避免這個危險 那耳朵癢有什麼方法嗎 其實有好幾個不同的情況 耳朵會癢 如果是普通人來講覺得癢 就按住來按一下就好 用一點也沒有關係 但是不要放東西進去耳朵 但是好像TD是也有一些經驗 有什麼你可以分享一下 有什麼不同的情況會出現 耳朵會癢 有一些患者它其實是因為耳朵發霉 對 發霉喔 什麼狀況會發霉啊 因為我們台灣的氣候是比較 太潮濕了 再加上我們就是 台灣福建沿海一帶的人的體質 在耳垢上面是屬於比較濕一點的 再加上氣候的因素 耳朵就容易有發霉的狀況 對 所以像這一類的患者 他們就會很忍不住 會很習慣想要我耳朵 想要去掏它好 我根本沒掏 水跑不出來 盡量就是不要去掏它 好 然後像游完泳之後就用跳的 把水跳開 它其實也會蒸發 洗頭嘛 被人家洗頭 它就 有的會習慣幫你把耳朵吸 要不然你洗乾淨然後把水灌進去 對 你會覺得呼嚕呼嚕呼嚕 也沒覺得什麼 後來回想就覺得 冬天沒什麼 它就比較乾燥 到了夏天裡面 這個有水就好像聚集在裡面 然後呢 有一個溫床 有一個溫床在那裡 或是你用吹風機吹一下吧 對 就後來我就會 我開玩笑 真的啊 後來就用吹風機把它吹乾 這樣造成它乾燥就不會了 不過我提供我的做法 對 因為耳朵濕的時候不舒服 那我的習慣是我會用那個衛生紙 衛生紙然後搓揉 對 然後因為水碰到衛生紙這種材料 它會有一個毛細線 這樣把它拉出來 對 所以我就是靠在耳朵外面 讓它停留久一點 那耳朵就會感覺到乾燥了 比較安全 是 好 所以這是幾個聽力受損的徵兆 還包括如果是小孩子的話 如果小孩過度乖巧 或經常你說話他都不理你 或者是他發音不標準 可能就是他聽力受損 那這時候可能就要找專業的醫生 有的是去看治療師嘛 好 那有的是去檢查 他聽力的狀況 那所以我們接著 過度關小或常常不理你 有一種自閉症的也會看起來 以為是他聽力受損 是不理你 是 所以小孩子其實如果大概 差不多兩歲左右 他還是不太會講話 或是常常不理你的話 可能各個全盤的都要去檢測一下 那其中聽力聽不到可能也是 其中的一個可能性 像我們現在國健級 在今年開始就已經 對新生兒有全面的做篩檢 我們有預算這樣子 拚力嘛 對不對 這個是一個滿好的政策 可是以前可能沒有的話 有些小孩會到 會錯過黃金期 所以如果能在一歲 或是一兩歲的時候 你就觀察他的反應 像小孩子在發音不標準 因為小朋友大家都會覺得說 在學牙牙學語這樣子 很多講話會不標準 那如果你比較一下 通常男生講話會比較慢 那個是慢 可是如果有一些小孩子發音上 某些音發起來特別奇怪 也有可能是他聽力上 因為他沒有辦法 或是他舌頭上的 聽不太清楚 對 或是他的那個舌頭 構造有特別的問題 所以才會老是說 有一些安啊 恩啊什麼 老是發不清楚 會覺得說怎麼 超連呆 超連呆這樣子 是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跟觀眾朋友分享 如果你發現你自己的聽力 好像有一些狀況 或者你觀察到你周邊的朋友 家人 有類似狀況的話 請教一下我們達人 通常我們發現耳朵有一些狀況 應該去看哪一科做檢測 我就說 他怎麼老是跟他爸爸 他爸爸每次都動不動 就跟大家發脾氣 因為他聽不到 他覺得家裡每個人 好像都在跟他 跟他好像都不理他